最近美台冠名的中餐厅二正在热播中 除了第一季的嘉宾赵薇 还有五阿哥苏友鹏 女神舒奇 鲜肉男神王俊凯和白举刚等人加入 不同的年龄和性格 让他们在中餐厅二中碰撞出了很多精彩的火花 特别是年龄最小的王俊凯 从一开始的拘谨到后来彻底放开 后各种龟马的表现让观众大呼可爱 最近一期播出的中餐厅二中 小凯为了向店长赵薇请假 突然双手抱拳 跪下来一阵言词地说道 店长 我有一事相求 原来是因为他在米兰有一个合作 所以需要准假八小时 在得到赵薇的设计后 他神情郑重地点头表示 这个恩情我记住了 各位我这就告辞了 中二上身的表现 让粉丝们觉得这可能是天坑英殿 中的张宝庆来串场了 而除了这些中二的表现 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小凯 在中餐厅二中简直 就是个表情包狂魔 不管是站着坐着还是走着 GIF还是APD 分分分钟都能化身表情包生产大户 这一连创的魔性表情 不仅吸引了一大波路人粉 甚至连A拍也开始助阵 美拍平台发起了 景王俊凯表情包紧话题 承邀小螃蟹们在话题中分享 珍藏许久的小凯表情包 激发众多美拍用户的创作热情 被这期中餐厅二的表情包 凯感染的小螃蟹 我们早已蠢蠢欲动叙事呆化 在话题里慌发各种小凯的表情包 不仅有歌词金句版 吃货版 还有少女版 宝宝版 让人不禁感慨 美拍的小螃蟹们也太活跃 太会玩了 除了有表情包互动之外 中餐厅二也住住了美拍 在平台上独家披露了许多幕后花絮 最新一期的幕后花絮中 小凯展现了自己多变的一面 比如在店长赵薇称赞自己做的麻婆豆腐 好吃时 鸟变得色脸 送上了教科书般的广播体操是开心表情 其余时间 李小凯不仅随时随地唱歌 还露出了吃货本性 走到哪吃到哪 甚至把奶茶喝掉的同时 也不忘了把珍珠都消灭光 除了孩子气的一面 小凯也有特别坚强的时候 即使被刀划了手 也放松地安慰店长赵薇 一点都不喊痛 男友力爆棚 在冠名中餐厅二之后 美派不仅定期给粉丝 们送上独家花剧放送 还经常在社区内发起各种话题的讨论 比如 再上一期的中餐厅二种 除了王俊凯表情包 还有苏有腾青苹果乐园 一间中餐厅这三个话题 都登上了美派热搜吧 美派用户在话题活动内贡献了丰富的原创内容 成为美派冠名中餐厅二的最重要亮点之一 作为饭知识短视频社区 美派在结合中餐厅二的运营中 还注重为美派用户提供有品质 有收获感的内容 比如美一期的中餐厅同款 菜 在美派上都有教程 白举刚和知名的美食达人来传授具体的做法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黄晓明的肩并卷大通 就在美派推出的中餐厅二独家衍生节目 一间中餐厅里做了示范 广受美派用户好评 范知识短视频社区美派主导 的是社交性和知识性 鼓励用户创作教学型内容 给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影响生活 实现内容的价值回归 在9月15日举行的美派四周年生日会上 美派从用户 达人 平台生态三方解构了 未来范知识短视频的核心要义 首先在内容消费端 用户聚焦在好看 有用 有趣 有颜值 关注内容本身是否解决了问题 科普了知识 学习了技巧 分享了经验 其次在内容生产端 达人更专注能力成长 再次在平台端 通过全面服务达人 产品聚焦变现策略来实现生态供应 美派冠名中餐厅二的尝试 也正是美派强化 范知识短视频社区定位的重要落地 入门中餐厅二的尝试 感谢观看